香菇木耳腐竹 怎么炒才鲜香入味又好吃呢 它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泡发呢 大家好 我是大厨饿斗 今天分享一道香辣开胃又下饭的家常素菜 降烧腐竹的做法 虽然是一道素菜 吃起来 无论是香味还是口感 比肉还香 可以说是最好吃的减肥仓 首先准备一个大盘 把腐竹放进去 然后加入没过腐竹的薪水 把它泡发开 冷水泡发腐足 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口感更好 没有硬心 如果赶时间的话 就用温水泡发 再准备一个大碗 放入一把香菇 同样加入清水 先浸泡10分钟 把它表面泡软 等香菇表面的褶皱泡软后 再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换一个碗 把洗净的香菇放进去 加入一碗清水 继续浸泡 把香菇彻底泡软 这一次泡香菇的水 一定要保留 一会还要使用 木耳也同样放入一个大碗里面 为了加速泡发 我们就不加冷水了 加入适量的温水 然后加入一点白糖 用勺子把白糖搅拌化开 再用一个盘子 把碗盖住 这样做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 木耳就能够泡发好 木耳泡久了 容易变质 所以最好先泡先吃 准备几个去皮的大蒜 改刀切成蒜片 全部切好后 放入一个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纳 去地后 改刀切成圈 主要用来 蒸香 蒸色和提味 切好后 和大蒜片放在一起 等到香菇 腐竹 木耳都泡发好了 把香菇拿出来 改刀切成香菇片 腐竹则改刀切成小段 木耳则把大一点的木耳 撕小一点 下面开始烹饪 起锅烧水 水开后 加入一点盐 入个底位 焯水是讲究顺序的 先把腐竹放进去焯水 烫个20秒的时间就可以了 腐竹本身就是熟的 只是为了去除 豆制品都有的豆腥味 有些腐竹智能特别好 例如头盗腐竹 几乎没有豆腥味 不焯水也是可以的 再把木耳放进去焯水 木耳因为生长环境的原因 会有一些异味 焯水可以去除这些异味 木耳煮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因为后期还要焖煮 香菇就不用焯水了 以免鲜味的流失 把锅洗净 加入一点植物油润锅 油热后 把大蒜片和小米娜放进去 另外煸炒一下 炒出它们的香味 接下来我们加入一勺黄豆酱 开小火不断的翻炒 把黄豆酱炒干炒香 炒到黄豆酱香味浓郁 再把泡香菇的水全部倒进去 稍微加热一下 就觉得好香 接下来把木耳 腐竹 香菇都倒进来 开大火把水煮沸 水开后就可以调味了 黄豆酱很咸 盐就不要犯了 加入一点糖提鲜 再加入一点胡椒粉 加入一勺生抽 加入一点蚝油 然后盖上盖子 调成最小火 焖煮五分钟的时间 把所有食物全部煮熟煮透 并让它们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 五分钟后打开盖子 开大火收汁 一边收汁 一边翻炒 避免糊底 收到汤汁浓稠 盐锅边加入一大勺的水淀粉勾芡 翻炒均匀 即可起锅砖盘 香菇含有丰富的散菌胺酸 谷胺酸 口膜胺酸等十几种胺基酸 还含有海藻糖 甘露醇等有益的甜味物质 以及鸡甘酸鸟甘酸等成味和甘酸 这些天然的提鲜剂 会让香菇无比鲜美 做到媲美肉类 一道香辣开胃又下饭的 酱烧腐竹就完成了 香菇软嫩鲜香 木耳清脆爽口 辅足细把的汤汁 非常的入味 吃起来就是肉的感觉 这道菜不仅营养丰富 卡路里还特别低 作为减肥商 一定是最好吃的瘦身食谱 喜欢的朋友 还不赶紧去试试吧 我是大叔厄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 请不吝点赞收藏